哇 精英兵精靈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方塊世界 我是老頭奧特曼 我們回來第18集啦 我們這次呢 要去新的區域探索 我們要去新的地方 至於是哪新的地方呢 其實我也不用 我也不用讓你們猜了啦 封面已經告訴你們答案了 但是呢在這之前 我們不會那麼早過去 我先跟各位報告一下 我們的這個田地呢 不知道為什麼 重開之後 呵呵 我的 我的東西全部不見了 為什麼 他們會自己枯萎嗎 我的水是一直無限放送的啊 為什麼我的田 東西不見了 你們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嗎 是為什麼咧 隨便放一個 對阿 阿就顯示生長 然後 我今天開上來的時候 他就消失不見了 非常的莫名其妙 真的超級莫名其妙的 好不好 那我們接下來呢 先來準備一下 我們要取名字的這個部分 好 等我一下我來看看 你們到底 阿又要 我幫誰取名字了 讓我來亂一下 閃閃惹龍愛 你們知道那個 那是誰 那個歌手是誰 我突然忘記了 閃閃惹人愛 我忘記突然叫什麼名字了 怎麼辦 那個唱歌歌手 一個女生 好我忘記了 抱歉 好像是兩個字 溫蘭是不是 哈哈哈哈 閃閃惹龍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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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說我以後都不要講了 我以後就直接放上這個 我自己設計的這個 這個這個特效就好了 因為我每次真的都忘記 然後就會導致說 我是不是應該開頭才要講呢 其實阿 還蠻讓我困擾的 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取名也取好了 這個就叫閃閃 閃閃惹龍愛 其實看久了還蠻 還蠻耐看的嘛 是不是 是因為你長得太可愛的關係嗎 好像是耶 好吧 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現在呢 要來弄一個 好 大家應該還蠻喜歡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就是呢 老頭已經學了我們的 槍械改造台 呵呵 槍械改造台 20根木頭 好 我們先去弄20根木頭 好了 其實我不知道為什麼 玩這遊戲玩到後面 什麼都要木頭 尤其是箭矢 好 一隻箭矢要一根木頭 一個碎石 實在是太讓人困擾了 OK 我們可以回家了 我們趕快做一下這個機械工 呃 槍械工作台 做好了之後呢 我們可以開始來改造我們的槍枝 這個工作台可不得了啦 他可以改造我們的槍槍 我們還可以做散彈槍有沒有 但是我覺得現在做沒有用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呢 他的子彈 需要聚合物 聚合物要怎麼弄呢 聚合物是一個比較麻煩的東西 聚合物他需要的是 一個機床才能做出來 但是機床要通電 我還沒有學到那邊 所以說我覺得 我們的散彈槍先不要做 我們待會來做一下小槍好了 算我們先做一把好了 然後我們來做 哎呀火藥喔 我們順便連火藥也做好了 來我們先把槍拉出來 我們再給拉出來 看一下我們的火藥 火藥火藥火藥 火石粉 不是我們要火藥 火藥需要火石粉 好 終於硫磺用到了 硫磺之前一直用不到 現在終於用到了 好我們先來做一下這個 火石粉 好我們火石粉現在好多喔 阿為什麼不能做 為什麼 哎呀 阿火石粉 要帶在身上 這麼麻煩阿 58個 58個夠嗎 沒關係咱做子彈而已 好 呦 我們有火藥了 然後呢 子彈先做一做 60個子彈 做的有點慢耶 讓他慢慢尻 然後 我們把我們工作台給做出來 來 放哪裡好啊 放這裡好不好 啊 你們說放這裡好不好 喔耶 還蠻讚的 OK 這就是我們的槍械改造台的這個一個介面 那首先呢 我們要製作的方式呢 是要把我們的槍枝放在這個上面 之後就可以進行改造 或者是附魔 好讓它製造成火屬性 雷屬性的子彈阿 或者是什麼阿 光屬性暗屬性 你要什麼屬性通通都有 啊 然後 包裹的話 基本上就是你要材料才能去改造 你要材料才能附魔 所以說你必須要把你的材料放在裡面 才能進行改造 來看一下我們的槍槍 嗯 すごい 哇 左輪 這是最基本的 剛開始最基本就是左輪 開一下 哇賽 我第一次看到傷害這麼高的數字 其實講真的 講真的啦 我們又在開玩笑 我 在做這個槍械工作台的這個 這個測試的時候完全沒有用子彈開箱過 所以說我看到這1000%的數字 嚇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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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傷害這麼高喔 我沒有刻意去調 這個是這個傷害是官方預設值喔 官方預設值傷害就這樣子喔 我沒有刻意去調攻擊力喔 我就覺得有點扯而已阿 好不好 阿那個我們現在幹嘛 好好好工作台 抱歉 老人癡呆 我們如果要把 我們如果要把槍枝 放在這個工作台上面的話 我們不能從工具列 不能從快捷鍵拔上去 咱們要從 包裹裡面 我們自己的包包 拉過去這個地方 這時候槍就出現了 吸不吸 然後呢 你會看見這邊有槍管 彈甲 槍身 不過比較可惜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比較可惜的是 他這個選項不會告訴你會提升什麼 所以說你要自己去亂過一遍 就等於說你需要 比如說槍身1 就按下去 不是你想要的屬性 然後你就選槍身個 兩邊做完比較之後 再選擇你要的 所以說通常會浪費一些材料 然後關於這些屬性的話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你要怎麼附都沒問題 毒屬性 八顆按摩石 冰屬性 然後水魔石 火屬性 火魔石 目前只有這三種 然後呢 其實你看是感覺材料非常的簡單 但是呢 他的武器 越好 他所要的材料就越多 我們這把算是初階的武器 所以說 他要的材料其實不挑 就基本上就很簡單 有沒有 銅錠兩塊而已 非常的簡單有沒有 那我們現在沒有銅錠齁 我們來看一下1號槍管變怎樣 槍口變大了 準度上升 傷害變高 那第二個是什麼 槍口變短了 哇準度210 這是拿來 拿來秒遠距離的吧 我覺得1號槍管感覺比較猛 欸 欸 為什麼 這是隨機的嗎 這是隨機的啊 欸這是隨機的欸 好好笑喔 欸這都是隨機的欸 我現在才發現原來這是隨機的 好 那彈夾呢 弄一個自己喜歡的樣子 射擊速度加4.8 彈夾2 射擊速度加 哇加這麼高 彈夾容量上升1.0 欸這是隨機的欸 這個就好像那個什麼附魔遊戲喔 就是單純就是附魔你知道嗎 然後讓你附到好一點的屬性槍身 穩定性 哇 過熱散發 哇270 哇這直接扣欸 再一次 怎麼越扣越多啊 我們還是用這個好這感覺加比較多 再來附魔我們來附個火屬 哇 這麼的屌喔 火屬性長這樣子喔 哇這個顏色 斯巴拉西 我們再看一下會變怎樣 火系增加傷害 這個三樣都是一模一樣為什麼還要分開啊 我覺得這應該是 這應該是翻譯的問題 哇這個家好多喔 好抱歉 開錯邊了 來開射囉 幹什麼東西 欸沒射到 幹什麼東西 1192 530 大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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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速度還滿快的 而且你們別以為就這樣子而已喔 子彈也可以做屬性喔 我印象中子彈可以做屬性 只是我不知道在哪裡做而已 可是好像 一般的手槍子彈好像不能做屬性是不是 我看一下喔 子彈 我們來看看 喔可以做這個欸 不過這個是 附魔過的槍械 我有學欸 但是我好像沒辦法做的樣子欸 魔法工作台可以做 看一下魔法工作台 喔原來魔法工作台已經有子彈可以做了欸 哇這要精華喔 射下去直接火焰嗎 本身已經火屬性了 然後再做還是會變成雙重Double呢 不太清楚欸 沒關係這個我們下次再實驗 等我們的 散彈槍 可以做子彈 以及槍身的時候 欸不是 可以做子彈的時候 槍身我們已經可以做了 我們再做測試 好啦 那麼這些槍支介紹也差不多告一段落了 這算是比較基本的槍支介紹啦 那後續的話應該還會再進階一點 因為畢竟我們現在等級不夠 好我們就是只能稍微做一把 到後面會有狙擊槍 那K47機關槍或者是砲台什麼之類的 慢慢講慢慢講 因為也不可能整集全部都講嘛 因為我還是想要抓其他的生物 那 這一次我們要探索的區域就是我們的雪地啦 我們給你看一下 我們的雪地冰封之地其實還蠻近的欸 我們如果往右下飛其實可以到一小塊 那我們去那邊看一下有什麼新的生物可以抓啊 那老頭魔法箭矢毒箭矢也都帶在身上了 那只擦毛皮裝沒有做 開始做一下替換 我們來看一下長什麼樣子 會不會過熱啊 好我們把我們Skin拿下來 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艾斯基魔人 好很愛吃很愛吃 現在開始這邊感覺有點熱了 哈哈哈哈 好啦我們把我們的兔子裝放上去 感覺會比較Q一點齁 我們這樣子會比較Q一點 是不是 這樣會比較Q 比較不會有愛吃雞魔人的那種感覺 好吧 廢話不多說 咱們去 這個 冰雪 冰封之地 我們帶我們的死相鬼 一樣 好啦各位兄弟們 我們終於首次來到了冰封之地齁 那這個冰封之地呢 有沒有什麼熊啊 還是雪人之類的喔 然後前面居然有個皇宮 素巴拉西 阿這幾下命話哥 冰原狼 嫩 冰原狼看到我怕怕的 不敢弄我 來啊 咬我啊 幹嘛 自不量力 自不量力 哇血還蠻多的耶 冰原狼 我們再來看一下 看一下今天帶什麼好了 有沒有看見這皇宮 這應該是屬於遺跡的那種吧 哇塞 這是蝦蜜蛙哥 欸這邊有東西耶 哇 我會不會被打下來 我可以在這邊偷撿嗎 這是撿的吧 這個是不是撿的 小心翼翼 小心翼翼 偷撿時間 喔 電擊棒 喔 鋼骨褲子 是一些蜜蛙哥 唉唷 這什麼 不可馴服 那就算了 這是不是很少耶 寒冰遺跡磚 這邊還有一扇大門 冰凍勇士 哇 精英兵精靈 喔喔喔喔喔喔 他可以馴服嗎 他會不會放法術打我啊 哇這邊還有狼人耶 欸我剛沒仔細看說 我本來想說 阿算了 反正遺跡類型的都是 遺跡類的啦 基本上都是屬於無法馴服的啦 我也不用去 我也不用去 去想說 到底能不能馴服嗎 對不對也是 除了這裡 他們別地方可以撿東西啊 我覺得沒有那麼簡單耶 對不對 你看冰精靈在裡面 哇看起來好丟喔 等級1耶 不敢打 我原本弄一下我就死掉了 喔喔 我看到風神英勇了 哎呀 你怎麼會在這裡出現啊 該出現的時候不出現 喔出現了一隻熊 我們來抓熊好不好 我們來抓熊好不好 這個一定是可以馴服的啦 有沒有 可馴服可愛的熊耶 好啦差不多啦 Yeah 我們現在蓋的這個呢 有點算是比較偏向於 就是稍微把自己包覆住 然後又不會太過於 太過於狹窄 其實這樣不錯吧 你們到時候可以參考看看啦 就是怕如果被野生生物攻擊 個人是覺得大概這樣蓋是不錯 其實這邊可以再加蓋一個下來 但是 就想說算了 反正 他們從這邊下來 我的這個 石像鬼也是打得死啊 只是暫時做個保護這樣子 好不好 我們差不多也快抓到了 這抓到了之後我們看一下可不可以馬上騎乘 如果是可以馬上騎乘 我們就趕快把它帶回家 也不用坐安了 先回家再說 是吧 先回家再說 你到底要不要吃啊 我把所有肉給他算了 反正他等一下肚子也可以自己吃 一隻披甲冰熊 好帥喔 怎麼可以這麼帥呢 喔 原來是可以直接騎啊 半一遍的方塊 嘶嘶 你的肉給我 然後 我們離開這裡吧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熊哥 阿死 他在這裡不會熱死嗎 哇好可愛喔 熊熊 哈囉 我的陰火床為什麼死掉了 哪 你管 為什麼 餓死的 哈哈哈哈 對不起齁 我都沒有在為你們吃東西的 你們被餓死其實還蠻正常的 好啦 這是讓我學會的教訓 陰火蟲肚子活活的被餓死 不管了 這不是重點 衝啊 喔 欸這隻熊 我想說沒有負重 攻擊好高喔 右鍵跟左鍵是不一樣的 左鍵是咬 跟那個方舟生存進化的這個 攻擊模式相同 西鍵是什麼 西鍵是 西鍵是站起來 裝逼 沒了就這樣 欸怎麼會這麼慢啊 他也沒有到負重啊 他唯一的缺點就是速度慢而已耶 喔 在雪地的時候速度會變快 雪地的時候移動速度會變快 然後如果我們在一般的陸地上 變慢了 欸沒有啊 喔我懂了 他是 慢慢的加速 這傢伙這貨是慢慢的加速 不信嗎 我們在平地草原再跑一次 你看喔 等一下回復一下他的體力 體力其實550有點少啊 沒關係 剛開始感覺很慢對不對 等一下就加速了 這個跟以前的 皮毛蜥是差不多意思的 有沒有越來越快 越來越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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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越來越快了 有沒有 右鍵我還沒看過右鍵的傷害 我們找一下三角龍開幹一下好了 熊哥 我們是可愛的 熊熊義主 哇136 右鍵的傷害好高喔 幹什麼東西 頭盔掉下來了 有沒有寶箱啊 我到現在還沒有辦法做這個三角龍頭骨Skin 好想做喔 我們把這殺掉看一下 看一下行不行 來個給我頭骨Skin啊 快點 我要頭骨Skin 我管你是不是14等 沒有寶箱掉下來 傷心 傷心太平洋 沒有體力了 讓他回一下好了 OK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熊哥 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歡 我覺得他其實還蠻可愛的 雖然是橡樹風格的 你看他這個圖片 呵呵呵 他這個圖片好好笑啊 呆坐在那邊看著我們 好啦那今天影片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 快點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集幫助幫快10集再見面啦 掰掰 我來拍上影片 我練習到今天影片 來拍下影片 你怎麼樣 我把影片給了那些relation 如果不是一等一段影片 我休想在這裡 你有沒有一個人 你點擊拍下影片 你к bubbles by bwd6